小妹出來炸到給大家表演一個美女紫大石 各位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小妹出來炸到 給大家表演一個美女紫大石 哦 各位貪官要是看的開心了 也請大家打賞一點啊 一收款二十五選 拜拜 女兒 我討女兒 會去 你怎麼淪落到在這裡討飯了 這要是別人知道了 還有我這當後媽的可待你呢 我親愛的後媽 您是沒有可待我 您只是不讓我上大學 斷了我生活費 還把我趕出家門而已 您還真沒虧待我 你 牙尖最硬 我懶得跟你招 最好跟我回去 有好事找 不去 你要想知道那兩個孩子在哪 你最好跟我回去 你最好跟我回去 然後按我說的 否則 你這輩子都被想見了 孩子 我 啊 啊 當年是你抱死我的孩子 沒錯 除了我還那是誰呀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除了我 文人士等等还在哪 那要怎么样 你才愿意告诉我 很简单 我要你嫁给一个人 谁啊 江大强 江大强 那个传说中聚首的江大强 他不是话说的未婚夫吗 哦 我知道了 你看不上他 所以想要我替嫁 废话 江大强是什么人 我还不清楚吗 一个又丑又穷 还带着两个娃的臭男人 他拿什么球你啊 所以你呢 你到底大不大呀 不就是又丑又穷吗 我嫁 大家走吧 爹地我们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子啊 笨蛋妹妹 爹地就是在伴丑装球 走 没错 当年我们将决落难 他们画家不帮忙就算了 还落井下石 如今我创办的帝尊集团 已成为世界第一集团 他们想要履行婚约 门都没有 小小玄玄 你们说爹地这样做 对不对 爹地做得对 那你们等一下可不许出岔子了 露了爹地的底子哦 不能让那个女人知道爹地又帅又轻 爹地你放心好了 我绝对不会露你的底子 嗯 哥哥我们真的要扮丑装球吗 当然了 难道想让别人成我们的妈咪吗 不想 传说江家江大墙长的几种 现在一看 永远也不可嫌 我说回刚才那句话 妈咪 嗯 妈 妈 你 你们为什么叫我妈咪呀 因为 你就是我们的妈咪呀 我和妹妹在梦中经常看见你 看见我 我和哥哥晚上就梦梦见妈咪 在一间好白的宾宾里 我叫江大墙 虽然我长得不怎么样 家里还穷 没房 就那辆破车 但我对女方的要求 还是挺高的 一定要长得漂亮 还要温柔 上得丁堂 下得厨房 这一男呢 长得丑 小爱吉米 妈咪你别看我爹地长得不怎么长 但他人很好的 会疼老婆 你要是嫁给他 你说一 他绝对不敢说二 行行行 今天不是说好装球办主圈这一套了 你怎么看这 你又没说你要娶的就是妈咪 嗯 妈咪 我爹地这个人很有优点的 而且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什么优点 就是他有一对 无敌可爱的超级萌宝 让你嫁给爹地 你就能拥有我们这对 超级无敌 霹雳可爱的萌宝 姚小小 你别听着他 我幼稚幼稚 你嫁给我 会吃一辈子苦的 啊 我们敬礼着吗 嗯好 嗯 你嫁 我喜欢小孩 所以 我们去领证吧 我们也带护克白 我们带了护克白 唉 没想到我化生 就这样嫁给了一个 只见过一次面的人 怎么 后悔了 后悔我们现在就可以离婚 不要 算 嫁 嫁谁不是嫁 现在最重要的 是找到孩子 妈咪 其实我爹地 我们当初怎么说的 你说要 扮丑装穷 让妈咪知难而退 可是你现在都跟妈咪结婚了 为什么还要瞒着他呀 谁说结婚了就不能门 结了婚还可以再联呢 不许你和妈咪离婚 难道你们忘了 当初将就落难的时候 他们化子什么忙都没帮 说不定 他们有什么企图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妈咪帮你是勤奋 不帮你是本分 萧萧 萧萧 你怎么了 是不是受到什么委屈 你告诉爹地 爹地帮你做主 爹地 我不想让你和妈咪离婚 好好好 不理 爹地不和那个女人离婚 但是 我要给你们做一个君子协定 什么协定 那就是爹地装穷办成的事情 千万不能让妈咪知道 如果你们答应了 爹地就不会和你 君子一眼 自然追 两个女人会忍受自己的丈夫又老又成 爹地今天就给你们上了课 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做姜还是老的呢 你们在这说什么呀 没什么 对了 我和孩子们 今天就住你家吧 我家 对啊 我没工作 对不起房子 不住你那儿 住哪儿 可以啊 但你得交一般的房租 我们都是夫妻 说着干嘛 亲兄弟都能明算照 何况我们这种半路夫妻 我不管 我没钱 你 我没机会没机会 都要不哭 别走 哎呀好了不哭不哭不哭 好好好不哭不哭 那今晚你们就来我家里去吧 这也是 今晚 这就是我租的房子 虽然是小了点 但住我们四个还是可以的 姜大强 回头你去写个简历 我去帮你问问 哪里还招人 能找到工作 你就去上班啊 我去工作 对啊 现在养小孩可花钱了 一个一年就得好几万 两个就得十几万 你要是不去上班 我一个人拿工的 接他们读书 你要跟他们读书 对啊 可是 他们又不是你亲生的 结婚了 他们就是我亲生的 小小 玄瑄 你们去看电视 我去做好吃的给你们吃 妈咪 我来帮你 我也去 好啊 走吧 吃个蛋只要两个就够了 开饭了 你吃排骨 排骨上面有肉 吃完就会长肉了 妈咪可怕了 多好的孩子 可惜 不是我的孩子 妈咪怎么了 怎么突然不开心了 妈咪没有不开心 来 你们也吃 小小小 你们是不是忘了什么 爹地 你说的是夹菜吗 你可以自己夹 就是 别误会啊 我是看你给我夹 我才跟你夹的 想不到 你这个人还挺自恋的 那是 对 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但不知道该不该问 你问啊 就是我长得又丑又穷 还带两个网 你干嘛要在那 嫁谁不是嫁 大伙过日子而已 对我来说只要人喜 其他的都无所谓了 你 还行吗 就是有点好吃来做 喂谁啊 是我 我已经照你说的嫁给江流了 是时候告诉我孩子的下落了 这个 王 玉 田 你应该知道我的脾气 你急什么呀 你等再过几天 我再会告诉你他们在哪里 你家就你一个人 怎么会有小孩的衣服 这原本是给平平安安准备的 可惜现在用不上 对不起 提起你伤心事了 没事 你跟孩子睡这间吧 我去睡自我 妈咪 我和哥哥能不能跟你睡呀 跟我睡 小小 你是不是不喜欢爹地了 我喜欢爹地啊 但是我更喜欢妈咪 我买了 我喜欢爹地了 我喜欢爹地了 还在哪里 我喜欢爹地了 要不今晚我跟他们一起睡 要不今晚我跟他们一起睡 小小 玄玄 来吃早饭了 对了 有件事可以说一下 什么事啊 今天我要去面试 那就麻烦你带一下孩子 我和你才认识一天 你就把孩子给我带 你不怕我是人贩子 没事的 小小他会保护他哥哥 我帮他忙 不是吧 我才出去几天 你就踏进婚姻的坟墓了 哎 那女方怎么样啊 还行吧 对晓晓和萱萱 都挺苦 叫做万豪集团的留审 邀请你去看 你看要不要答应她 答应她 是 等一下 帮我安排一个保安的工作 回头我过来审问 还不快去 不是吧 你就这样 和一个只见过一面的男人 结婚了 还那么 长得还那么不理想 那我有什么办法 王雨田拿孩子的下落威胁我 我怎么能不听吧 田实在是太可恶了 要是让我看到她 一大猫的头部 算了 不是 对了 你上次不是让我帮你找活吗 万豪集团的晚宴 招聘服务员 日薪一千块 一千块 还有这种好事 你等等我 我发个信息给我老公 让他来带孩子 我来赚钱养家 大强 你晚上有空吗 大强 我晚上的事 很重要吗 很重要 完了 我老公晚上有很重要的事 带不了孩子 去不了 你傻呀 你把孩子们带上不就成了 这么豪华的晚宴 你还害怕会有人单子拐走孩子不成 小小 玄炫 你们先在这里玩 妈咪晚点来接你们好不好 好 哥哥 妈咪不是让我们在这玩吗 笨蛋 妈咪让我们在这里玩 是怕我们乱跑被人犯子抓走 可是我们怕被人犯子抓吗 不怕 你人犯子来 我就揍他 沉瑟 GING purposes 我 不害致 滚 继续 蓓继续总裁来了 大家快停眼hertz啊 我去 帓肯基特主 hum 不走 他居然也来了 咱们赶紧过去 要是被他看上了 就不用在這兒等一等 酸大祥 哎 師盛 怎麼了你認識帝尊集團的總裁 不不認識 只是他長得有點像我老公江大祥 只不過是側面 他沒有那麼帥 哎 我以為啊我會有一個世界守護夫人的閨蜜 這樣我就可以抱緊我閨蜜的蛋 完全躺 現在看完了 還是打工人的命 哎呀 沒能讓你躺平抱大腿了是我的罪 小女子在這邊跟你說聲音更小 討厭 那你咱們趕緊上去吧 要不然一會兒公關又停 剛才差點被認出來了 你不過 他怎麼來了 他怎麼會認出來了 他怎麼會認出來了 你是不是認出來了 不認出 啊 明明認識 為什麼總裁要裝從不認識 總裁的心可真夠不才藝 哇 這就是萬豪集團的晚宴啊 果然是奢華 林大哥 謝謝你啊 要不是有你 我都不知道 上流社會的晚宴 居然是這個樣子的 哈哈 那你今晚 可得好謝謝嗎 討厭 哎 那不是華生嗎 我不是已經和他分手 難道他為了追我 竟然來這裡當了服務員 真晦氣 我今天出門忘了看黃莉嗎 怎麼就碰上這對狗男女 竟然碰上這對狗男女 話說 這不是你後媽的女兒嗎 林富陽 這不是你前男友嗎 這兩個人怎麼勾搭到一起去了 不用管他們 我們走 哎姐 你 沒事 姐你這麼急著走幹什麼呀 我還想問問你呢 你怎麼會在這裏 當服務員呢 是不是錢不夠花呀 錢不夠花的話 你可以跟我說呀 我幫你的 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啦 畢竟我是你妹妹嘛 我看到姐姐在這裡端盤子 伺候人 我這個做妹妹的 心裡很不好受呢 話說啊 你可真是太有感覺了 褲羊哥哥 阿叔 既然你那麼有善心的話 那你就隨便給我20萬吧 20萬 我哪有那麼多錢啊 沒有 那就算了 那你有多少就給多少 你幹什麼 你搶劫 什麼搶劫 是你自己說要幫我的 我是說要幫你啊 那你張口就是二三十萬 這誰這麼寫啊 這二十萬 是我這些年的生活費和學費 根據國家法律規定 作為家長 有義務為我提供生活費和學費 自從你和你媽來到我們家之後 我就沒有收過一毛錢 至於說誰負擔得起 我沒看錯了嗎 你這個包 是香奈兒的吧 得好幾十萬呢 不會 是我的學費買的吧 這個 這個是 是高考的 誰貨 哦 對了姐 我聽說 你為富羊哥拋棄了你 和我在一起 下 下子了 化成嫁人了 是啊 我姐他不僅嫁人了 而且還嫁給一個醜男 你看 這就是他老公江大強的照片 嗯 看 怎麼啦 難道我還說錯了 這老公本來就是醜男 如果信的話 給大家看看啊 做毛的 男的也太醜了 這男的 長成這樣 竟然還有女的嫁給他 哦 不不不 這哪裡是醜的啊 這簡直是絕世醜男 瞧他那張臉 這哪叫臉呀 我屁股都比他好看 嫁給這樣一個醜男 圖傻呀 能圖傻 圖前輩 對他來說光了燈都一樣 您不要太過分了 這些人真壞 竟然欺負媽咪 走 但是去幫媽咪 爹地你要去幫媽咪嗎 他不是說他叫化書嗎 為什麼那個男人叫他化身 難道 化身才是他 走妹妹 爹地不去我們去 爹地壞蛋 以後我再也不認爹地了 先說爹地不去的 走 化身 你怎麼能這樣 就算我不要你 你也不能這麼做見自己 嫁給了一個絕世醜男 林富陽 你是什麼時候變得那麼普通 且自信的 還是說一直以來 你都是個普通 你都是個普通男啊 富陽哥 我姐他嫁了一個絕世醜男 心情不好 說話是強了點 但是 你也不要跟他計較了嗎 姐 我知道你嫁了一個絕世醜男 心情不好 但你也不能發洩在我和富陽哥頭上 誰說我爹就是醜男 這是 江大強 和江大強不是很醜嗎 你們誰呀 我叫江小小 就是我妹妹江玄現 而這位 是我媽咪的丈夫 我的爹地江大強 她是江大強 江大強這麼帥 華盛 你不是說 你老公之前不長這樣嗎 我也不知道 他之前不長這樣的 剛才是誰說我爹地是醜男的 站出來 我 是我說的 那又怎麼樣 那就麻煩真大你的眼睛看看 他和他 到底誰是醜男 這還用看嗎 肯定是這個江大強帥啊 這女人拿出照片的時候 我還以為江大強是個醜男 沒想到 這照片是假的 照片是假的 說不定他剛才說的那些事 也都是假的 說不準是他這個妹妹紅叉一角 搶了他姐姐的男人 這下一個小大頭 小小 有沒有怎麼樣 疼不疼 媽咪 我沒事 我不疼 你不用擔心我 話說 你出息了 給小孩已經打 雜種是該的 餵 一二零嗎 這裡有傷者 這裡有個傷者 你推了一下就要打一二零 賤人就是交情 這一二零是給你打 你要幹什麼 不要哭不要哭 你快拉著他 給我革命 早就想打你 什麼叫你拋棄我 當初是你和話說搞在一起 我才和你分手的 但你卻到處和別人說是你甩了我 你要不要臉啊 啊 幹什麼話說 不是你妹妹 妹 只不過是個小三生的私生 對了 當初你和你媽進門氣死我媽的那件事情 我還沒找你算賬 你打我我爸不會做過你呢 啊 救命啊 不要殺人啊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家門不信 打擾到大家了 我來處理他們就行 住手 你在這幹什麼呢 倒不知道這場晚宴 我是特意安排迎接江總的嗎 要是他驚擾了江總 一個一個把你們都撕了 劉鼠 啊 林富陽 林氏集團的集團員 上次您夠爸吃飯的時候 我站在您旁邊給您倒了一杯水 您還誇我懂事呢 啊 好 所以在我的晚宴上亂來 信不信我能吃你 劉鼠啊 我哪有亂來啊 都他 都是他求我 被你作音在這打鍋呢 林富陽 你顛倒非白真有一束 姐啊 三哥說的都是事實啊 劉總 我是他的妹妹 按理說 我是應該站在他那邊才是 可是他 實在是太過分了 我只能 大一面前 哎你說活膩了 敢在我這大人 來 我把他抓起來 看誰敢 人的小居然 公告他們你不抓 等等 有誰啊 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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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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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總到了嗎 江總在哪 我怎麼沒看到 啊 嗨我說好奇呢 江總怎麼還不來呀 哦我要舉報 舉報 舉報他們兩個欺負我老 他們 對 對我老婆本來在這邊好好當服務員 結果他們兩個一進就嘲諷說我主 對我比較喜歡 他把我哥哥推倒在地上 劉總 我聽聞你為人最是公平 你一定要給我們做主 劉總 你要做主啊 劉總 不是這樣的 劈你啊 把他們也撮下去 不用麻煩了 我來處理就好 畢竟 這是無家事 媽咪你今天好厲害 真的嗎 你們不會覺得媽咪很暴力 討厭媽咪嗎 不會呀 媽咪是為了我們才打了壞女人 我們喜歡媽咪還來不及呢 那是當然的 對了 今天你不是有事嗎 你怎麼會出現在萬號集團的晚宴上 我今天不是去找工作 結果就找到一個幫老闆開車的工作 他今天去參加晚宴 我就跟著一起去 你找到工作 一個月多少錢 我現在是窮人 工資還是說得低一點 也就一萬吧 一萬 現在當司機那麼掙錢了 一萬很多吧 現在這個社會 真的是富得越富 窮得越窮 老婆 你不問我臉上的傷怎麼了嗎 問 但是 先等我應付完我爸之後 你爸 從小 我和話書起衝突 他都會站在話書那邊 現在算算時間 他應該已經站在我家門口了 嗯 爸 我知道他是姐姐 我應該讓著他 可他這次實在是太過分了 他竟然在萬號集團的晚宴上 打了我和富陽哥 讓富陽哥還沒有面子 差一點就讓他給我分手了 你姐這次實在是太過分了 你放心啊女兒 我這次一定給你討回一個公道來 哎呀爸 還是算了吧 他畢竟是我姐 不管他做了什麼事情 我這個當妹妹的都應該原諒他 女兒啊 就是太邪軟了 所以你姐才一次又一次那麼欺負你 你放心啊 這次我一定好好的給你討回 公道來啊就這樣 我先掛了哈 話生 我正找你呢 話生 你為什麼要打話說 啊 他做錯什麼了 你當姐姐的把他打你那樣 話生 還不是話生 爸 您消消氣 您站著說話也不好 要不我們坐下說 你誰啊 怎麼跟我女兒在一塊 我 江大牆啊 你女婿領了證的那個 小小玄玄叫外公 外公 等會兒 江大牆 你不是畫書的未婚夫嗎 哎 啊 我們知道了 發生 你搶了你妹妹的未婚夫 從小你就跟你妹妹搶東西 現在連男人都搶啊 又來了 你什麼態度 對你 我就這種態度 挺好的 真相是話說他嫌棄江大牆 又醜又窮 還帶兩碗 不想嫁 於是他媽 讓我代替他嫁給江大牆 熊了 那是看出來的 於是你管這叫醜 我告訴你啊 我知道 你就是嫌棄玉田 給你找了一個很好的如意郎君 但是你嫌人窮 沒錢 你不想要 是不是 你就在這兒說玉田壞話 我看出來了 你和你爸關係 好像不怎麼樣 不是不怎麼樣 是非常 那 交給我來處理 算了 你愛怎麼樣怎麼樣吧 我也管不了你 你就告訴我 你為什麼要打化身 因為他該的 你怎麼不自己問他做了什麼好事啊 不問了我 你就是嫉妒他 你男朋友不要你要他 所以你跑到萬豪集成的晚宴上 瞎胡鬧 要拆死他們 這件事都該怪化 這件事其實就該怪化身 可是就算化身做錯了事 他畢竟是你女兒 我女兒怎麼了 啊我化妃頂千里地 不偏不倚 就算我女兒犯錯了 我該打就打 都罰就罰 爸 有你這句話 我就放心了 什麼呀 晚宴的視頻啊 這裡面可是全程記錄了你女兒畫書 是怎麼欺負你另一個女兒畫生的 你怎麼有視頻啊 你別管我怎麼有視頻 你只要記住你剛說的話 不偏不倚 即使你女兒做錯了事情 也照打照罰 你的這個 我挖坑射套了是吧 爸 難有你說的這麼嚴重 對了 你剛剛說的話我也都錄下來了 如果你不打罰畫書的 那我只好把它放到網絡上 讓廣大的網友拼拼理了 你啊 這個卑鄙無恥的小子 你女兒 跟我打仗 好啊爸 我可是練過散打 還拿過全國武術冠軍的 我待會會輕一點 回去還有事 怎麼著 爸 您別走 你來當我的對手 讓我活動活動精 哎 你怎麼有酒店視頻啊 大酒店都有視頻 花點小錢就能弄到手 說說吧 到底怎麼回事 小小璇璇 你們先去洗澡好不好 好 走吧 其實 我不叫畫書 我叫畫生 從小我爸就帶著王玉田 和小我一歲的畫書進我們家家門 我媽就被活活氣死了 等我能賺錢養活自己之後 我就離開了那個家 一個人生活了 小你一歲 私生女 這可是犯了重婚罪 你要是告他們 可以把他們送進去吃牢飯的 離開那個家之後 我本來想著 就沒有任何交集了 沒想到 王玉田主動找上我 用孩子的下落為行 然後代替他女兒跟你結婚 孩子 我以前生過一對雙胞胎 但出生後 就被別人抱走了 這麼多年 我也在尋找他們的下落 但都沒有線索 直到王玉田找上我 我才有他們的線索 對不起 所以 你跟我結婚 是被強迫的 不是知道我 不是因為喜歡我 當時你把自己打扮得那麼重 誰會喜歡你啊 那現在 現在 現在 現在你人長得還可以 但其他方面還差了點 我已經說了我的情況 現在該你了 坦白從寬 抗拒從眼 其實 我也不想提拔半仇的 是因為以前發生的一些事情 讓我產生了陰影 什麼事 是一些讓人難以欺齒的事 在我讀書的那個時候 被人看上 他趁我放學的時候 找人把我堵住 強迫我和他 做那個事 女的 她是男的 男的 哎呀 真噁心 怪不得你平時喜歡半仇 果然長得帥的人 出面要注意安全 你不怪我欺騙你 欺騙雖然可恶 但情有可原 我又不是那種瞞不講理的人 哎 不對啊 那天我在酒店門口看到你 你跟帝尊集團的特助站在一起 後面還跟了很多保鏢哎 怎麼可能 你看錯了吧 我要是帝尊集團總裁 這個劉總怎麼可能認不出我來 他可是萬豪集團的總裁 和帝尊集團是常年合作關係 也是啊 不過 真的長得跟你很像啊 不然 我上帝尊集團的官網看看吧 應該有他們總裁的照片 不用 帝尊總裁就長得帥 也沒什麼好看的 你這麼說我就更好奇了 哎 找到了 怎麼沒有照片啊 還好我從來沒有在公主面前露過幕 結婚情就讓他們子女乾淨 沒有就沒有嘛 反正 他們這種人物 跟我們也沒什麼關係 也是啊 江大強 這次你辦手騙我的事情 我去原諒你了 沒有下次了 沒有下次了 哎 媽咪難道不知道 男人嘴 騙人的鬼嗎 哥哥 媽咪有自己的孩子 等他找到了自己的孩子 會不會不要我們呀 肯定會呀 別人的孩子哪有自家的孩子親 我不想跟媽咪分開 你放心 我有辦法 學憲怎麼了 怎麼不開心了 妹妹想和爹地睡 你想和爹地睡啊 那今晚就和爹地一起睡 可是妹妹也不想和媽咪分開 別的孩子都有 爹地和媽咪一起陪著睡 為什麼我和哥哥就沒有 是不是因為我和哥哥是沒娘的孩子 怎麼會呢 我就是你們的媽咪啊 還領了證呢 可你都不和爹地一起睡 哇 好了好了 今晚媽咪和爹地一起睡好不好 姜大橋 今晚 今晚 姜大橋的腳 身材不賴 竟然有六塊不及 你找我 哦 玄月想和我和你一起陪她睡 所以你的意思是 今晚我們就先一起陪她睡吧 等他們睡著之後 你再回去就好了 透過湖面的倒影 丑小鴨驚奇地發現 自己已經變成了一隻 美麗的白天鵝了 媽咪我們以後也會變成白天鵝嗎 笨蛋 我們是人 怎麼會變成白天鵝呢 好了 小小巡巡 開睡覺 媽咪也睡 這樣怎麼能行呢 放心吧 爹地冷了就會抱住媽咪 只要爹地抱住媽咪 媽咪就會生小孩了 電視上都是這樣的 嗯 等媽咪給我們生了弟弟以後 他就再也不會離開我們了 江大橋 那個 對不起啊 我是一睜開眼 就看到你抱著我 我以為你是流氓 所以 才拿腳踹你的 你要是還生氣的話 你就打我吧 打完後你就不氣了 好了 我不生氣了 不過你力氣怎麼那麼大 直接把我打飛到櫃子裡面去 我天生神力啊 天生神力啊 玄瑄也天生神力啊 玄瑄也天生神力啊 媽咪 為什麼我的力氣比別人大那麼多 我是不是怪胎呀 咱們這一脈就是這樣的 天生神力 傳女不傳男 將來呀 如果你的孩子是女孩 也會天生神力 玄瑄是天生神力 小小和玄瑄也是雙胞胎 玄瑄 玄瑄你告訴媽咪 你是不是天生神力啊 是哦 媽咪怎麼樣 我是不是天生神力 你說的天生神力 就是這個呀 對呀 玄瑄是天生神力 玄瑄是天生神力 那你能不能舉起 這麼大半米高的大石頭 不能 玄瑄只能舉起 跟自己差不多高的玩偶 花生 你到底在想什麼 小小和玄瑄 怎麼可能那麼巧就是你的孩子 媽咪怎麼了 怎麼突然不開心呢 媽咪沒有不開心 媽咪只是想到 爹地還在房間裡等著我包扎呢 等我包扎好了 我就煮好吃的雞蛋挂麵 給你們吃好不好 好 笨蛋 你差點就露餡了 哥哥 我們為什麼要不告訴媽咪 我有天生神力 可以舉起半米高的大石頭 你忘記 上次爹地 跟我們找的媽咪 一看你是天真神力 就把你當成怪物的事情了 如果你告訴媽咪 你可以舉起那麼大的石頭 他也會把你當成怪物的 那好 我們不告訴媽咪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沒什麼 我有好事要告訴你 什麼事啊 跟我來 你之前不是說 想住大一點的房子嗎 這裡怎麼樣 這裡 好是好 但這可是江源小區 市裡最高檔的小區 一個月至少要大幾千吧 就你和我的那點收入 哪裡租得起這麼好的小區 不用錢 不用錢 這是我老闆的房子 他買來做投資的 反正房子放著也是放著 他知道我在外面租房子的時候 就讓我搬進來了 但他唯一的要求就是 就是要把家裡打掃乾乾淨淨 真的嗎 那太好了 媽咪 媽咪我也要吧 來吧 我也要我也要 你幫忙收拾垃圾吧 走吧 回來了 爸 爸 爸 你不能不要打花生姐啊 雖然他就在好集團的晚宴上 打了我和飛翔哥 讓我和飛翔哥很沒有面子 差一點就讓我和飛翔哥分手了 但他被捐是我姐啊 你放心 我沒打他啊 都貴那個捐打牆 他怎麼了 你那個混蛋 他太苦透了的話 還給我錄了音 他還說什麼啊 要給我發到網上去 爸 你怎麼能上這種刀呢 我 劈死我了 你上次 不是托我給你找一份高薪且輕鬆的工作嗎 我找到了 宋氏集團設計總監 謝謝富翔哥 我 我現在上班了 你都這樣了還要去上班 我就一個司機 又不用幹什麼中 不行 你好好在家養生 我帶小小和璇璇出去 小小璇璇 出完了嗎 媽咪帶你出去玩好不好 好 走吧 沒見我 哎呦 哎呦我的姜董 誰幫你打成這個樣子 自己摔的 啊 啊 幫我調查化身的父親 吼嗎 還有他妹妹 另外再幫我找個律師 我要把傷害化身的人 真 畫 我明天上畫 媽咪我想出來敲敲板 去吧 哎對了 你家那位有點厲害呀 先是誇騙你爸 又是錄音威脅他 三兩下就把你的危機解除了 是個高人呐 他哪有你說的那麼厲害 你不懂 這叫謀略 這個江大强啊 是有點謀略 人長的也帅 就是窮了點 要不然 是個完美對象 對了 清清 你能不能幫我找一份工作啊 你不是指打零工不工作的嗎 之前指打零工 是因為我要找孩子 沒有辦法固定在一個地方工作 但現在 我需要一份穩定的工作 來給孩子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 我知道 你知道盛氏集團嗎 知道啊 大集 據說待遇非常好 月薪八千起呢 嗯 我有個朋友啊 在裡面做一圈 他說盛氏集團被收購了 正在擴招 你寫份簡歷 投過去 我覺得能過 真的嗎 嗯 那我趕緊回盛氏集團 那不是爹地剛收購的集團了嗎 哥哥我們去找爹地 讓爹地幫幫媽媽媽忙吧 這點小事還是要找爹地 來看哥哥的 搞定 搞定 老闆晚上有應酬 我要晚點才回去 你別等我 先吃飯 早點休息 好 怎麼還沒來消息 太好了 我通過了 寶貝 媽咪通過了盛氏集團的招聘了 嗯 媽咪我也要 嗯 我的工資是八千 江大牆的工資是一萬 媽咪和爹地的工資加起來 就可以讓你們去 松江小學上學了 真的是太好了 嗯 今晚我們好好慶祝 我去給你們做紅燒排骨 媽咪找到一份八千的工作 就這麼高興 要是讓她知道 爹地是世界首貨 那她該多高興啊 可是爹地不讓我們告訴媽咪 哎 老公 今天你在家帶孩子 我等會去上班了 你上班了 媽咪尋找的工作 月薪有八千 媽咪說 她和你的工資加起來 可以送我們去松江小學讀書 所以 你找工作 是為了小小和璇璇讀書 嗯 真是當然了 為人父母者 自然要為小孩提供最好的教育 聽我那句話嗎 再苦不能苦孩子 再窮不能窮教育 可 她們又不是你親生的 雖然 她們不是我親生 但既然她們喊我一生媽媽 我自然要為她們的成長 提供一份力量 等等 聽你的語氣 好像不願意我出力一樣 你不會 是想跟我離婚吧 哪有 你想太多了 不過 我有一件事想告訴你 什麼事 就是 其實我是 第一 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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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生 你幫我拼命李 李玄宿 他是不是個渣男 老婆 李玄宿是誰啊 輕輕談了五年了 男朋友 哎呦 他怎麼了 他竟然 欠我 騙你 嗯 他之前說 他是從農村來的 父母都是農民 讀書全靠講學金 他說 他要在大城市努力打拼 給我一個好的生活 欠我 這幾句都是騙我的 他 他其實是個富二代 富二代 是富二代 不好嗎 當然不好啊 我喜歡的是他的人 又不是他的錢 他之前對我 都是偽裝的 都是騙我的 我的命 怎麼這麼苦啊 哈哈 輕輕別哭了 我要跟他分手 分手 那怎麼行 我們必須給他點顏色瞧 不 不 不至於吧 他騙你 可能是為了你好 或是出於某種原因 不敢告訴你 怎麼不至於 他今天 會隱瞞他的身份 那他明天 就可能隱瞞 他出軌的事實 騙人這種事情 有零次 不無數次 對 我支持你 嗯 對了 江大強 剛想跟我說什麼事 我突然忘記了 等我想到了再告訴你 哦 那行 清清 我上班要遲到了 晚上我們再聊 不哭不哭 我也要去找李玄蘇的一個騙子 我要跟他分手 然後捏爆他的那個 小寶 小寶 爹你我也要去 爹你我也要去 小小 你不帶我去 我就告訴媽咪你是世界首富 讓他捏爆你的 小小 你是屁啊 很久沒挨打了 是不是 爹你我也想去 璇璇 爹弟今天是去視察 新收購的盛世集團 沒什麼好玩的 等爹弟回來了 再帶你們去玩好玩的 好不好 不要嘛 學生就要跟爹弟一起去嘛 那好吧 帶你們答應爹弟 不去討論 好 今天是總裁夫人第一天上班 我們要以最好的精神面貌 去迎接總裁夫人 絕不能讓總裁夫人感覺到一絲一毫的不滿意 你們都聽到了嗎 聽到了 謝謝師傅 總裁夫人好 總裁夫人好 我 總裁夫人好 我 總裁夫人 老狗 是 我說 這怎麼有兩個人啊 這兩個 哪個才是總裁夫人啊 這還用一下 肯定是左邊那個 你看左邊那個一身名牌 光是手上的包包就得幾十萬 還有邊那個 穿的普普通通的 你看就是個普通打工人 原来左边那个才是总裁夫人 总裁夫人好 总裁夫人好 总裁夫人 你 难道是富阳哥派我在新公司受欺负 所以和他们说我是他夫人 富阳哥对我真是太好了 夫人里边请 夫人里边请 花术什么时候成组才夫人了 妈咪 哈 他我在这里 姜总您没事吧 没事 姜总他是姜总 他就是个司机 他给人开车的他工资才一万啊 不是他不是江总他特助和他在一起 这些不都是集团高层吗 哼对对对我才不是江总 我叫江大强 我就一个司机 江总他有事我回去了 走 哦 啊对他叫江 江大强 江大强 江总呢今天临时有事回去了 所以说今天的视察工作由我来代替 哦原来是这样 那快醒吧 会议室都准备好了 哦 哈哈哈哈行 哎领导里面请 嗯 哎呦 干嘛呢 你个脑都还没做呢 这是你的工位谢谢 这有些人的老公啊 光长得帅有什么用 他没钱没事的 来上班就只能当一个小卡拉咪 不像我 嫁了个好老公 一个电话 我就当上了公司的设计总监 所有人都扒着我呢 怎么了 哦 没什么 我想说呢 怎么臭臭的 原来是你嘴巴发出的味道啊 听我说 江总带着公司的高层来市场 啊你们跟我去迎宾快点啊 江总怎么会突然来市场呀 您刚入职不到半天 江总就亲自来听取工作 听取工作是假的 看我夫人您才是真的 江总 对啊 就是你的丈夫 帝尊集团的总裁 江总 传说中江总十分神秘 从不上什么财经杂志 外人根本不知道长什么样子 今日让夫人您的光 我们也能一睹真容呢 就是就是 他们竟然以为 我是姜刘的妻子 哎哟 我肚子有点疼 我去厕所 实际一下 江总到了 江总好 江总好 江大强 各位领导请坐吧 啊啊啊 那大家坐好 快坐下 嗯 好 OK 坐 给我坐 领导那我们就开始会议啊 呃 没事 哎呃多分先了哎啊好你开门开门开门 嗨江大强你怎么来了还跟低尊集团的人一起来 我老板来了我就跟着一起来了啊 你老板是低尊集团的 江总对啊 我问你啊他人怎么样 听说他很神秘 从来不接受报告杂志的才谋 他不会 是个丑八怪吧 怎么可能 我们人家江总一表人才 英俊潇洒年轻又多金 小说你看过 小说里面的霸道总裁说的就是他 尤其是别墅还特别对 你们这对贫穷夫妇啊也就只有羡慕的份了 刚好 我家也有一套别墅 大家来我的别墅玩啊 别墅 造价几千万的那种 别墅 造价几千万的那种 哎 普通别墅好几千万 那咱们书姐的老公啊 那可是整个江城 醉这个的 他家的别墅 起码得好几亿 真羡慕书姐 吃住啊在别墅里出行有豪车 哎呦 没有了 我也不过就是嫁了一根好老公而已 这女人呢 就得有个好老公 而且 要不然你跟我那个废物姐夫妻了吧 妹妹给你介绍一个有钱的呀 哈哈哈 你说谁废物呢 哎呦 不好意思啊 那是我说错了 但是某人 连别墅都没有 算废物 有什么区别啊 不就是别墅吗 我爹地也有 对啊 你别瞧不起人 你爹地有 哈哈哈 姐 那既然你也有大别墅的话 就要请大家去你的别墅玩吧 哎 咱们今天生死我姐家的别墅 怎么周末的时候 再去我家的呀 华生 看不出来呀 原来你还是个隐藏的土豪 华生姐 今晚就带我们去你家别墅玩了呗 这个 姐啊 你该不会是看不起同事们 怕他们愣脏你的别墅 所以才拒绝的吧 我妈咪才没有看不起同事 你这个坏女人别在这挑拨离间 你也有看不起干嘛不答应 谁是我妈咪不答应的 哎 完了 我上哪给他们找别墅去啊 爹地就有别墅啊 爹地就有别墅啊 爹地不是说过 那个别墅是老板的 不是我的吗 那个 你不是之前让我在家带小小和玄玄吗 我就把他们带去我老板家的别墅啊 这不会打扰到你老板啊 反正 房子没人 没人 这太好了 江大强 你说 我把我们同事带到别墅门口转一圈 然后我再假装忘了带钥匙 觉得这主意怎么 还蛮好 那 准麻烦你啊 放心 交给我 嗯 嗯 嗯 好 我老爸同意了 真的吗 那太好了 太太强了 你这次可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不动这个 这次可以 这样 为妈妈これは 雪 《ççç»呢 中国是不断屏羽生的 就是不断屏羽生了 全部是拖屏羽生的 快想死你們了 讓我來說 璇璇你爹地呢 怎麼沒有看見他呀 爹地和媽咪出去了 媽咪 這別墅也太大了吧 光是這客廳就是我家好幾倍 哎快看快看 那個不是梵高的星空嗎 拍賣架都有好幾個一居然就這樣掛在客廳裡 華生姐我以為華叔姐已經夠有錢的了 沒想到你才是隱藏大富婆呀 你們怎麼會在這 我們之前在這裡玩所有鑰匙呀 你們玩歸玩 千萬別把東西弄壞 我們可賠不起 哦啦 什麼大富婆呀 他老公就是一給人開車的司機 一個月撐死了一萬塊錢 這別墅肯定是他租的 你什麼時候見過這種別墅對外出租過 小屁孩你懂什麼呀 你說這別墅不是租的 那你把這酒開給大家喝 你把這酒開給大家喝 我就相信 這酒可是羅曼尼康蒂 最差的也要十萬一瓶 十萬 十萬一瓶 華生姐 我們可以喝嗎 可以是可以 可是 可是 這裡沒有開瓶器 小小 你去幫媽咪 去那邊找開瓶器好不好 找到了 這也太大方了吧 謝謝華生姐 快來快來 華生姐請我們賀羅曼尼康蒂了 完了 我徹底完了 這個臭小子 結婚也不跟我說一聲 虧我 還想把胡家的大小姐介紹給他的 還好我們介紹 要不然呢 要到烏龍 小小 趕緊跟你弟弟說 讓你弟弟呀 把我們鄉家的兒兄弟領過來 好好好 聽爹爹的話啊 拜拜 什麼領過來 咱們廢話就不就行了 哎老公 你說咱們第一次見兒媳婦 是不是要準備一點見面禮啊 哎呦可是我手裡現在只有一塊 撥了一種帝王綠的翡翠手镯 還有深圳的幾棟房子 這會不會有點不太像樣子啊 哎呀 這麼點東西 那不是打法要飯的嗎 哎呦你別提了 都怪我 為了投資一下高科技公司 把手裡的資產都抵押出去了 現在沒錢給兒媳婦買見面禮 哎老公 你還有錢嗎 我的錢 不都讓你拿去了嗎 什麼 哎呀這可怎麼辦 要是兒媳婦嫌咱們的見面禮寒酸 到時候一生氣不可跟兒子過了怎麼辦 不應該不會吧 希望不會吧 這裡就是我家 現在我來開門 忘了帶鑰匙了 老公你帶了嗎 呃 哎我也忘帶了 真是不好意思 今天忘帶鑰匙了 忘帶鑰匙 我看這根本就不是你家的別墅吧 二叔姐 別這麼說嘛 要不 我們改天再來玩 好啊 下次我一定帶你來玩 媽咪你回來了 媽咪你放心 這些酒全都是假的 假的 對呀 我和哥哥早就把製品的貴重物品全都收起來了 現在擺著了 全都是我和哥哥從超市買來的假貨 幾塊錢一瓶 你們真是媽咪的寶貝 你們隨便喝吧 大大喝 謝謝你 謝謝老師 那我們就不客氣了 幾瓶老人曼迪康迪就給你們收買了 眼光小眼 你眼睛高 那你請大家喝更好的酒啊 老婆 我爸媽回來了 爸媽回來了 你怎麼不早點說 我衣服都沒換 禮物也都沒有買呢 放心吧 我帶小小和玄玄 先去見他們 你在這邊繼續招待同事 我們明天再去見父母 我還好 兒子不是說接我嗎 幹嘛自己回來了 哎呀我不是想著這裡還有棟別墅嗎 我把房產給添進去 這下兒媳婦就應該滿意了吧 哈哈哈 你們是什麼人 怎麼在我家 你跟這兒 syndercie 我叫你 讓我拿 你是 death 你這兒個 你不需要 你 你 你問我爸媽平時是怎麼教導我們的 要做一個仇實受信的人 可是你居然把別人的房子 說上是你自己的房子 你太讓人失望了 這不是華山姐的房子 那這酒也不是華山姐的 這可是幾萬塊錢一片的羅南尼坑里 我這瓶是最緊急的 幾百萬一瓶 好幾百萬一瓶 這把我賣了也賠不起 這酒不是我喝的 是他請我們喝的 跟我沒關係 你要是配偿找他 別找我別找我 不用找我 華山姐 為你害死 某些人啊把別人的別墅 說成是自己的 還請大家和老兒們看 現在陸主人回來了 我看你怎麼收場 叔叔阿姨 是我的不動 是我不該冒出屋子 你們兩個合算一下金額 我會努力賺錢賠償你們的 這小姑娘 倒是有擔當啊 既然這樣 我怎麼說的 父母 爺爺奶奶 他們是你父母 怎麼辦 我還沒告訴他們我隱瞞身份的事情 你是我兒媳婦 哈 媽 媽 媽 這是我兒媳婦 哎呀我有兒媳婦了 媽 媽 我媽以為我找不到 所以看到了 有欣賞 哎 媽 你要不先喝點水吧 不准老婆 还问你问他 坐给你啊 媳妇儿 第一次见面 妈实在没什么拿得出手的 就一个玻璃肿 帝王绿的翡翠手镯 深圳四栋房子 哦还有 还有咱们这栋别墅 别墅做你了 你可千万别嫌弃啊 姜大强 你妈给的房子 手镯 还有别墅是怎么回事 那些都是借的 借的 我之前相亲过很多次 他们都被我的容貌吓跑了 他们不知道我办成了事情 以为我之所以找不到女孩 完全是因为我家里穷 于是他们就假装富人 想要用钱来买一个媳妇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对啊 我看到那房产证上 写的是他的名字 那都是假的 哦 姜大强 放心吧 我是不会嫌你出的 咱们一起在这个大城市奋斗 闯出我们自己的一片片 那 我爸妈那边 哎呀 你别担心了 我先想装收下 然后再还给你 你再还给别人 那就好了 我不会为难你的 好 妈 谢谢你的礼物 哎哈哈哈 收下了 他收下了 他收下了 他没有嫌弃 你妈妈的嫌弃 就是糧了 什么 我 在有什么 你feito 我 中午 我 非常好 那就 我在盛氏集团当设计师 设计师 这个工作好啊 接触的人多生殖空间还大 华生 你还是个实习生呢 就敢说你自己是设计师了 我告诉你 有我在 你别说升职了 就连转正 那也是想都变大 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饿的 饿过 这就恶毒了 我告诉你啊 恶毒的还在后面呢 爹 喂 这就奶妈咪 还不保护妈咪吗 爹地你可以给江总打电话告状啊 对啊 可以给江总告状 嗯 江总 江总 就是江总 有什么事情吗 事情是这样的 我江大乔 实名举报盛氏集团的设计总军 话说 刁难实习说话声 望江总明查 好 我马上就明查 嗯 嗯 就你 一个给江总开车的司机 你还想跟我呢 哥 什么 我开锅了 人 哎 哎 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回事啊 你仗着自己是涉地总监打热化伤 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只不过是一份工作而已 对我来说就算不了 反正我有一个好老公 我让我老公再给我介绍一份工作就行了 哇 还有人把走后门说的那么光明 靠老公我也能算走后门 要算也怎么算我家 而且你嫁给姐夫之后白天要忙着上班 晚上还要看孩子一定过得很辛苦吧 哎对了 那在拉迪斯巴德 两个打算多买一粒了 怎么样漂亮吧 你们两个工作一辈子吧 哇 这可是马沙拉迪斯巴德 这得一百多万 可惜了 你那个什么富翁 应该是 富翁哥身价几十亿 怎么可能买不起这两车 林富翁以前身价几十 可现在 不未必 什么意思 意思很简单 就是你的富翁哥 皇上 这不可能 你什么 晚安富翁哥 有人说你破产了 那个 我家的确是有点问题 你能不能这点钱给我 我 我能不能再用 都睡了六转 我 你能不能不然快看 我 江大强 你是怎么知道 林浮阳破产的 我听说老板 看不惯林浮阳 想对付他 以老板的手段 对付这种小虾米 根本就是手刀劲 那个渣男 总算遭到报应了 你老板 真是干了一件 大快人心的事情 让你更高兴 发生发生 什么事啊 干死了花生 我跟你没吗 你姐又欺负你了 吃吧 富阳哥好不容易才给我找到一份 又轻松又有面子 还高兴的工作 结果 结果我姐他眼红我 他跑去总公司举报 然后公司就把我给炒鱿鱼了 怎么这样呢 他这样见不得咱们归于好是吧 就是啊 你等着找个去 别可以 抱 你你你你谁啊 啊不是干干什么呀 啊 我们老大要见 我们老大要见 不是大哥 我们一家几口都是老实人没得得过人 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少废话跟我们走就是了 是不是搞错了 你搞错了吧 啊 你怎么干什么呀 什么人啊 各位大哥 各位大哥 我们一家呢一直是安安分手起 如果有什么不小心得罪各位大哥的 抱好 抱好 你去 大哥 你转来了 你 好像 嗯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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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大强 你是他们老大 这不会的大水冲了龙王庙 我们是亲戚啊 我是那个你们老大是我女婿 老实点 重新介绍一下 我叫姜大强 是华生的丈夫 同时也是父方的帮助 听说你们之前欺负我了 没有 没有 华生也是咱们闺女 咱们可能欺负她呢 是不是 欺负人了 是不是应该道歉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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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道完了 该做正事 我老婆之前生了一对双胞胎 是你们抱死 没有 没有 问你了吗 啊 李子 你是 是是我抱走的 他们现在在哪 我不知道 啊 别动 你要是不说的话 你女儿脸上 就开花了 不要花花我的脸 妈你快说 我真的不知道 那你是无限关 不落泪是吧 我说 我说我说 我说 说 我真的不知道那两个还在哪啊 在我知道怎么能找到他们 当时是有一个人跟我直接联系的 告诉我只要把华生的孩子交给他们 他们就给我100万 后来我就悄悄的跟着他们 就知道他们住在哪 住哪 他们住在魏延小区 一栋三单元 七零一 他叫什么名字 叫李书芬 看你们还算实相的算数 今天就放过 但记住以后要是再敢欺负我老 我把你们全部卖到非洲去挖矿 哎呦不会不会不会 再也不会欺负我们女儿了哈是啊 哎女儿快走快快走 谢谢 江总你直接亮出自己的身份就可以了 干嘛非得装成帮大哥的样子 快点 这样将你们身份不就暴露了吗 你们先 哎 老婆 你家家等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开饭了 你们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来 老婆 我帮你找到孩子的下落了 你说 师哥那么多年 平平安安 还会记得我这个不称职的母亲吗 放心吧 当初也不是你故意要遗弃他们的 是有人从中作稿 我相信 平平安安会体谅你的 你 你没找谁啊 嗯 你好 请问李淑芬在吗 你找李淑芬 啊 你来晚了 他五年前就搬走了 搬走了 你知道他搬去哪了吗 这我哪知道 人家卖房子搬走 我哪回去问他搬去哪里呀 啊 谢谢 那个如果您想到什么线索 还请您打电话给我 拜托 老夫人 那个女人来查五年前 那就双胞胎了 还是查到了吗 夫人 要不要 算了 原本带走孩子呢 是觉得那个女人 配不上姜儿 但是这五年来 姜儿 一直畏惧 让他和姜儿见一面吧 如果姜儿看得上他 就让他们母子团聚 你去把少爷叫过来 就说 找到小小和玄玄的母亲了 是 别担心 没事的 我们迟到会找到平平安安的 什么 找到小小和玄玄的妈咪了 我知道了 我有点事情 没事的 我自己可以回去了 我找人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小小小和玄玄的亲妈回来 话说 你的老公和孩子的体验 还有东西 妈咪 妈咪 妈咪你看起来不是很高兴的样子 怎么会呢 妈咪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你们的亲生妈咪找到了 你不就是我们的妈咪吗 笨妹妹 她说的是亲妈咪 妈咪 你是不是因为害怕我们离开你 所以才不高兴的呀 你放心啊 我们不会离开你的 如果爹地要离开妈咪呢 那我们就不要爹地了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男人还不好找吗 你身上怎么湿了呀 赶紧去洗澡 你等我一下 平平安 妈咪一定会找到你 嗯 嗯 什么 想到线索了 我马上到 你就是李淑芬 哎是的 我就是李淑芬 当年是我从你母亲的手里 买下的那堆双胞胎 那你能告诉我 平平安在哪里吗 哦 哎你去这里 去这里见见孩子的父亲 你就知道了 哎 当年啊 你被人下了药 和一个女人一夜情 但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 配得上你 于是我花钱买通了她母亲 将晓晓和玄瑄 帮了过来 所以奶奶这次找我来 去和她见一面吧 那 不管怎么说 她也是晓晓和玄瑄的亲生母亲啊 啊 好 奶奶 就是这里了 就是这里了 平平安 妈咪来见你了 老婆 江大强对你怎么在这里 嗯 你是来见玄瑄和晓晓的母亲啊 我就是来见你 毕竟她是晓晓和玄瑄的亲生母亲 老婆我发誓 我跟她 绝对不会发生什么的 有什么好发誓 就见个女人而已 别担心 那 你怎么在这里 我 来见平平和安安的亲生父亲 你老公请你来这吃饭 真是要大出血 不是他 不认真是他 那是谁啊 是平平安安的父亲 你找到当年那个渣男了 那你见到他 打算怎么办啊 你别忘了 你现在可是有夫之妇 还有小小和玄玄 那么可爱的两个双胞胎 我不知道 小小和玄玄是我的孩子 可平平安也是我的孩子 还是我怀胎十月生下来的 我不能不管他们 那你打算和他结婚 还是要抢孩子的肥养权啊 那你抢过来 小小和玄玄怎么办 你一个人要养四个小孩怎么样啊 你总不能放弃小小和玄玄吧 我不知道 要是江大强是当年那个男人 小小和玄玄是平安安就好了 那怎么可能 短剧都不敢这么多 也对闺女今天你冲腰 你去外面等我 老婆 老婆 老婆让你 那我就不打扰了 你叫华生对吗 对 我先跟你说好了 孩子是不可能给予的 但我现在未婚 你要是愿意的话 你可以嫁的 嫁给你 你也不瞧瞧你长得多磕上 还嫁给你 你谁啊 我 赵清清 生生的好闺蜜 闺蜜 我跟你讲 结婚这种事情 千万别听闺蜜 正所谓防火防盗防归 这些所谓 一个个心理阴暗 见不得你好 看你找到一个好的姻缘 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拆散的 嘿 那好姻缘 你也不撒胖尿照扰你自己 但孩子在我手里 原来你就是帝尊集团的姜总 是的 你怎么在这儿 其实 我是小小和玄学的母亲 其实 我是小小和玄学的母亲 你是小小和玄学的母亲 8018年3月8日 我和同学庆祝 喝醉了 之后 和你在云天大酒店 发生了那件事情 时间和地点都对 难道 话术真的是小小和玄学的 亲生母亲 你有证据吗 你当年离开的时候 落下了一块手表 你当年离开的时候 当初的确是落下了一块手表 我知道 我之前因为妒忌姐姐做了很多错事 我之前因为妒忌姐姐做了很多错事 能不能体谅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啊 其实一开始 我妈是不想我生下小小和玄学这两个孩子的 是我坚持要把他们生下来的 我一想到 我的肚子里 孕育着两个心的生命 我就有一种特别的悸动 哪怕 我因此全身浮肿 哪怕他们两个在肚子里的时候 就经常踢我 哪怕 我生孩子的时候 疼得昏迷了过去 我也坚持把他们生下来了 姜大哥 你能理解 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的爱 其实 我从来没有想和姐姐争什么 我只希望能坚持看看孩子 看着他们高兴 我就心满意足 你能满足一个卑微母亲小小的心愿吗 我可以允许你去看望小小和玄学 但我警告你 如果你敢动半点心思 不仅是你 就连你母亲 我都不会放我 还有 不许暴露我的身份 你先考虑一下 你先去开车吧 这都什么奇葩呀 就他那长消消的条件 还敢消想你 你不会真的要跟他结婚吧 你上次跟姜大强紧张的事 我还没说你呢 这次要是去再感性上 我非和你绝交不可 不会了 你保证 嗯 我保证 对了 姜大强刚刚对面做了一女的 一女的谁啊 她是小小和玄学的亲生母亲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小小玄学 看妈咪给你们带了什么呀 有核桃酥 泡芙 还有马蜀 你们这是 姐 所以说你是小小和玄学的亲生母亲 是啊姐 我也没想到小小和玄学竟然会是我的孩子 姐 我知道我以前做的不好 经常找你麻烦 但我已经知道错了 只求你 只求你以后能经常让我来看孩子 你要来看孩子 可以啊 真的吗 嗯 你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我又没有权利阻止你 但是 这里是我家 请你现在 立刻马上滚出去 姐啊 我走我走我走 哎呀小小玄学明天就开学了 赶快去收拾书包吧 妈咪是吧家暴爹地啊 妈咪能不能别打呆地啊 妈咪你用手打你的手会疼的 用这个打你的手就不会疼了 谢谢宝贝 你们快去收吧 老婆 老婆 我错了 你就原谅我好不好 哎呀 江大强 你一个大男人 竟然还会撒娇 恶不恶心 老婆 别生气了 哎呀 好了好了 说吧 你打算什么时候处理我 什么 什么时候处理你啊 离婚啊 既然孩子的亲生母亲已经找到了 你还要我干嘛 我们早点离婚 一拍两三 各过各的 怎么会呢 在我心中 只有一个老婆 那就是老婆大人你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你不相信我 总得相信小孩子 小小玄玄 你们出来一下 小小玄玄 我问你们 你们心里 是不是只有妈妈 是 看吧 在我们心里 我们才是一家人 老婆 情人皆快乐 真是哭泣 价值六十八万 江大乔 你哪来的钱 A户 高仿 A户 仿的还挺真的 谢谢你 妈咪 如果我给你买一个包包 你会亲我一下吗 当然会啊 嗯 我一下我一下 那我呢 妈 妈 我已经成功让江流相信 我就是小小玄玄的亲生妈咪 女儿 我们家能不能成为人上人 就靠你了 妈 你放心吧 我能从华生手里抢走林富阳 我也都抢走江流 华生 真没想到 当年给你下药了 竟然把你送上了世界首富江流的钱 但可惜啊 总裁在你面前 你却看不见真佛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 抢走首富夫人的不错 小小 玄玄 待会儿老师来了 要听老师的话哦 哟 哭泣的包包啊 这一个包包得几十万吧 咱们加个微信呗 其实 这是A货 A货呀 现在有些年轻的家长 可真是爱慕虚用 没有钱还要买个A货来装有钱人 我妈咪的包包才不是A货 小小 不用搭理他 这种人就是这样 很高踩低 看人下踩低 你说谁看人下踩低 你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这里是学校 你打人是犯法的 小小玄玄看到了吗 如果在学校被人欺负 要像妈咪一样打回去 但是我们也不可以欺负别人哦 小小 玄玄 你是 我是小小和玄玄的亲生母亲 啊 原来这位是小三啊 现在小三都这么嚣张了吗 嗯 华生姐不是小三 华生姐是大强的妻子 有证的能够 小三上位 我妈咪才不是小三 我妈咪才不是什么小三 她就是我们的妈咪 连别人的孩子都被拉拢了 这小三有手段 没手段怎么尚未扶证 同学们开始上课了 小小玄玄要认真上课 姐 姐 姐 对不起啊 刚才我在教室里 不应该那么说的 我向你道歉 你就原谅我吧 坏叔 收起你这股绿茶味吧 你是什么样人 别人不清楚 难道我不清楚吗 是啊 你清楚 那又怎么样了 姐 姐 当年林富阳那么喜欢你 那还是被我过到手 当年呢 我能从你手里抢走林富阳 现在 我也能从你手里抢走江大强 我第一次见到 把当小三说的那么理直气壮 你说错了 小小和玄玄是我亲生的 我才是江大强的原配夫人 而你 不过就是一个趁虚而入的小三 你妈当年因为我妈当小三 被活活气死了 现在你又跑来当小三 你妈如果九千之下也知的话 恐怕会被气得活过来吧 以后言无耻 你怎么说 反正江大强 我是抢定的 你要是有自知之明的话 就赶紧从江大强身边离开 好 你试试 那拭目以待咯 皇上 这个项目我需要你来做 啊 赵总 这个项目交给别人来做吧 我去接我的小孩了 不行啊 客户指定就需要你来做这个项目 指定我 为什么要指定我啊 我只是个助理 你可以的 你说的甲方 该不会 是话书吧 这个 赵总 我真的来不及 我走了 哎 拜拜 现在怎么样啊 有没有乖乖听话 现在怎么样啊 有没有乖乖听话呀 小小 小小小 妈咪好想你们啊 妈咪带你们回家 走开 你不是我们的妈咪 两个小野种 等成为江太太之后 第一个要弄死的就是你们 你们的妈咪今天不会来了 听说我不会来了 妈咪 你不是走了吗 话说 你先是用项目拖住 现在又在这里表现你的母子行身是吧 你这种小把戏 你真以为我会上当 你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听不懂 我来这里就只是想见你演小小个学生 那你现在看完了吧 我们可以走 小小玄玄我们走 帮我做一件事 好 这个方案就按我的计划执行 你说的太对了江总 我就这么想 妈 江总 老婆 你明天能请个假吗 请假 要干嘛 明天是小小和玄玄的生日 明天是他们两个的生日 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都来不及准备生日礼物呢 你放心 我已经准备好了 老婆 给你看个东西 度假山庄优惠券 你哪里搞到的 就我们楼下那个美佳佳超市 他们搞活动嘛 我随手一抽 结果就中了 每家家超市 我今天还去买东西呢 我怎么没看到 你什么时候去买的 下午 下午 难怪他们早上搞的活动 早上搞的活动 下午就结束了 现在的活动情绪的真快 算了算了 大乔 嗯 你先帮我带孩子 我去准备东西 明天我们一起过开心的生日吧 来 哈喽 是你 哈喽 是你 没错 就是我 明天有事 过来一下 明天我有事 不能去 哈喽 难道你忘了明天是什么日子 明天可是平平安安的生日 你就不想和平平安安一起过个生日吗 平平安安 好 我明天就去 妈咪 明天我想带着大黄派去吃 好 大强 明天你带着孩子先去 我晚点再到 为什么晚点再到 就是公司那个赵总 他说有个项目要做 不让我请假 对不起了 不过你放心 下班之后我一定赶过去 好 那我先带孩子们去 你一定要来哦 嗯 嗯 谢谢老公 走吧一起去收拾东西吧 嗯 哎 盛世集团的赵总是谁 呃 好像是叫 赵迅 开了他 你好 咱刚把人家公司给收 咱就把人家负负人给开了 你说 咱就有点理由 他是左脚踏进公司的 我不喜欢他 这个理由够吧 这个 这个理由开了 哎呀 谁让你是头盘呢 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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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咪早点来 嗯 玩的开心 拜拜 再见 你来干什么 不许做 这是我留给我妈咪的 今天是小小和熊圈的生日 我来是想给他们庆祝生日的 还没有自己的妈咪一起庆祝 你在这里 只会破坏器 我知道 其实 我很久之前就在这里等着了 如果我姐在这里 那我是不会出现的 但是我姐她 今天不会来 你胡说 妈咪会来的 妈咪答应过我们 会给我们来过生日的 我知道这很难接受 但是我姐她 你很讨厌我 可是我姐她既然不来了 那我能不能 能不能 我留下来 孩子过生日啊 我不想让自己的孩子 在过生日的时候 没有母亲的陪伴 小小圈圈圈 你们想要她陪你 江大乔 你是不是傻呀 他随便说几句话 你就确认她是我们的妈咪 你选任亲做了吗 亲子见定做了吗 我真想把你的偶子切开 看看你们是不是全是谁 小小 拼命安安呢 你急什么 拼命安安马上就过来了 对了 我上次跟你说的事情 你考虑的怎么样 什么事 结婚的事 结婚 你说结婚的事 结婚的话我也想 可是我老公不同意 你老公不同 没有关系 你说呢 你干什么 干什么 你是孩子的母亲 你说我想干什么 你老公不发威 你当我冰猫是吧 还想吃我豆 你配吗 太阳都快下山了 妈咪怎么还不来呀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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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化生怎么来了 不是让断眼景拖住他了吗 老婆 你怎么现在才来 再不来 我家都要被偷了 什么家被偷 我心里只有你啊 老婆 真肉麻 讨厌 姐 对不起啊 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 但是 当一个母亲 看见自己的孩子 过生日 却没有人陪的时候 我实在是忍不住啊 你能体谅我这种心情的 对吗 嗯 我能体谅 姐你真是太好了 那 那你能不能 让我留下来啊 我想陪我的孩子 一起过生日 也弥补他们这么多年 没有母亲的遗憾 不行 为什么 因为 我才是他们的妈咪 要陪也是我陪 对不对 对 对 啊你来 对 听到没怎么还不走 哎呀那我就先走了 我下次再来 宝贝生日快乐 嗯 嘿 平平 安安 难道 真的只有嫁给那个段言情 才能见到你们吗 老婆 这是什么 这是平平安安出生前 我给他们准备的偿命锁 嗯 嗯 江大强 我感觉 我们还是不太合适 我们立 江柳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妈咪的事 我怎么可能做了对不起妈咪的事 那为什么妈咪突然说离婚 肯定是你的错 对 肯定是你的错 江柳 我警告你 你要是和妈咪离婚 你失去的不仅是妈咪 还有我们 江小小 欠揍了是不是 是 江松 你 说麻烦吧 哈哈 你说 一个女人突然要和你离婚 那是什么原因 那肯定是外面有男人 你是说她在外面有别的男人了 女人吗 那外面有更好的才想要跟你离婚呢 对不对 一小时之内 我要知道那个跟我抢老婆的男人是谁 跟死化生啊 下水可真够啊 下水可真够啊 你老子要你好够 啊 江总 住着她 震图人的哪里比我 我说也是震图跟你没法比啊 你说可是这个女人这种生亡 她一旦认定她都不带回头了 你们谁呀 起开 可我怎么化生死 把她给我打成猪头 你架起来 你架起来 就你是吧 我告诉你 以后别接近话 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知道了吗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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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这是怎么了 华生 她老公让人把我打了 还警告我 让我以后不要接近华生 江流 看来得先拆散他们才行 你去告诉华生 她女儿得了白血病 要想救她女儿 这只能跟你结婚 她男人刚 刚警告过我 不让我接近华生 说见我一次打我一次 而且 我也没她女儿 两百万 事成之后我给你两百万 至于她女儿 我会解决的 这什么呀 你找的那个男人 你打的 你以为我给你提离婚 是因为开上她啊 那是因为什么 你跟我来 你还记得我和你说过 当年我被别人下药 和陌生男子发生关系的那件事吗 那个陌生男子 就是段言情 平平安就是我和她的孩子 所以你为了孩子 打算和她在一起吗 那我呢 那我呢 这段时间我陪你开心 我陪你笑 你生病我陪你去医院 你胜利切我手在你身边 给你熬红糖水喝 现在你说要离就离 保护到什么 妈咪我们也是你的孩子 你别抛弃我和哥哥好不好 不是吧 不是吧 你为了孩子 打算我跟姜大强离婚 嫁给段言景 可是现在平平安安 还在段言景的手里 如果我不嫁给她 她是不会让我见平平安安的 那你也不能 不能不能把自己给搭进去吧 这都什么事啊 华生 你考虑清楚没有 你要是再考虑不好 你的安可就要没了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过来看看你 什么 你说安安得了白血病 没错 要尽快进行骨髓移植 才能够治疗 孩子的父亲已经匹匹上了 但是他 只要你和我结婚 我立即就统一进去 你疯了 安安也是你的孩子 他是我的孩子 那又怎样呢 我用这一个要求 可怜吗 没事的医生 我也是孩子的母亲 用我的吧 五岁一直要求很高 必须要进行配对 你虽然是孩子的母亲 但是 不一定会配对成功吗 先试试吧 说不定成功了呢 好吧 没事的 我是你们的妈咪 妈咪一定能配对成功的 医生 结果怎么样 配对成功了吗 很遗憾 还一定没有成功 好了 我们赶紧离开 万一遇到我老婆 千万不能暴露身份 是 爹爹 别人讨好老婆 都是自己做饭做家务 你请人来做 也太没有诚心了吧 江晓晓 你爹爹一分钟 几百万剩下 是拿来做家务的 再说 你们不要告诉妈咪 妈咪怎么会知道 爹爹你就是欺骗 爹爹不是不会做吗 你们就帮爹爹一次 庄主不知道 老婆 老婆 工作一天累了吧 你先坐下 我去给你倒杯水 我今天把家里都打扫了一遍 连天花板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还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鲤鱼 来 快来尝尝 我们离婚吧 老婆 老婆 你是不是发现了 是 我承认 这菜不是我做的 这家里也不是我打扫的 你就原谅我一次 好不好 妈咪我认错 我知道 爹爹找人来做家务 没有告诉你 可是你能不能原谅我呀 我现在还小 只是个孩子 妈咪我也只是个孩子 跟这些没有关系 是我的女儿安安 安安她怎么了 她得了白血病 需要进行骨髓移植 段严谨说了 只有我嫁给她 她才愿意均献骨髓 段严谨就是个人渣 她的话不能信呀 我知道 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老婆 你信我吗 你信我的话我给你想办法 其实我就是 姜大强 我很感谢你这段时间的陪伴 小小 玄玄 我很感谢你们这段时间叫我妈咪 让我体验了做妈咪的喜悦 可是作为一个亲生母亲 我没有办法放弃我的孩子 妈咪等一下 江小小 你不阻止你妈咪就算了 妈咪收拾行李 发不得她马上离开 我又没说这段妈咪的行李 这是你的行李 我的 我和妹妹已经决定了 你们离婚后 我们跟妈咪 所以江大强先生 麻烦你 现在 离开我们的家庭 妈咪也以后 我们要相依为命了 其实只要妈妈 有妈的孩子 很快吧 妈咪 只有你才会把我们当成宝 妈咪 妈的孩子像跟草 妈咪 你不想让我们变成草吧 嘿 你这个男人怎么还来在我们家里 你快走 不然我们就叫保安来改人了 妈咪 你从今天开始 我们相依为命 过三人世界 你来给我们洗澡的 你给我洗澡的 不是吧 教授 你就这么被夫人和少爷 端一脚踢着在摸啊 啊太惨了吧 这是怎么解决 哎呀这事不好解决 你说啊他做了一个母子 那他为了孩子可以放弃一切啊 那个断严谨他就是拿孩子威胁他 你说这怎么成 这不属于抓住他老软累了吗 要我说呀 你不行 就做出他 你 他 原来我呢 不行 他原本已经要和我离婚 要是再知道我骗他 他肯定不会原谅我 你 你 你来干什么 我听说姐姐要跟你离婚 其实我一直都喜欢你 但是因为姐姐的关系 我不敢跟你表悟 既然现在姐姐已经跟你离婚了 能不能 给我一个机会啊 我想照顾你 还有小小 学学 不用了 请一次 教主 请他出去 哈哈哈哈 怎么办呢 嗯 妙计 妈咪这个妹妹会喜欢吗 她当然会了 妈咪如果你有弟弟妹妹之后 还会给我们想睡前故事帮我们洗澡的吗 会呀妈咪肯定会 老婆 他们想追我怎么办 要不 你别离婚 妈咪啊 这种背着老婆去花天酒地的男人不能要 可是 你也没背着我啊 那更不能要了 这样吧 我们去腹留子 给他尽身出户 这样所有的财产都是你的了 哥哥说的对 他把我删了 哥哥 哥哥 那个阿姨是个好了 能不能不骗他 不行 那人说来的 只要我们听他的话 他就给我们一大笔钱 到时候你就能治病了 可是 是 看妈咪给你带了什么来了 我叫姜小小 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哥哥了 我叫姜杰杏 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姐姐了 哥哥姐姐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李美玲 李美玲 你不是安安吗 而且 妈咪姓坏 那个叔叔姓段 你怎么会姓李呢 我那个叔叔 美玲 萍萍小小他没有恶意 他就是好奇 你看 他们给你带什么了 这是姐姐平常最爱吃的棒棒糖给你吃 谢谢 我要你在三分钟之内 查清楚这个女人的所有情况 老少爷三分钟不够啊 我打个电话也不止三分钟啊 那给你五分钟 我属于不够我们七八地 一个小时 那我们给你一个小时 哎 等等少爷一个小时之内 我要是查不出来 我提头来进 啊 你们怎么把门锁换了 我不换的话 你岂不是可以随意进出我们家大门 再说了 你万一对妈咪图抹不轨该怎么办 江小小 你妈咪她在哪里 在房间里 老婆 老婆 你为什么把我微信杀了 不是有女士要追你吗 我杀你是怕你心里有看见 会吃醋 哪有什么女朋友啊 那些不光是路上 老婆 我们要不别离婚了 你一个人在家挺不安全的 我想保护你 小区大门有保安 大门是荒荡所 我在家很安全 我能拖地 洗碗洗衣服 我还可以做饭 这些我自己就能做 老婆 老婆 你没事吧 哎呀我没事 就崴道而已 我送你去医院 不用了 哎呀 拖点药就好了 医生 怎么样 幸好你送你几十万 要是带我一个 这么丧的 这是什么 就跟你说了没事吧 丢脸丢到医院来 我就不是担心你 瞎操心 对 我就是瞎操心 可你能不能 让我一直瞎操心你啊 你可以为了孩子 想好我离婚 可你有没有想过 这样对我来说公平吧 我什么都没做 没出鬼没外面 连看别的女人一眼都没有 我尽忠尽责地 当一个好招呼 可你忽然就说要留我 老婆 你知道吗 从小到大 我没有亲过任何一个女孩 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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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第一个让我 心动不动 你是我的车 所以我们能不能 不要离婚 对不起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这个男人真没用 连自己老婆都留不住 还需要我们两个小孩出手 小小小 小小 妈咪 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什么事啊 其实李美玲并不傻 你在说什么 哥哥查到了李美玲和段眼景不是父女关系 她有自己的亲生父母 而那个段眼景也从来没有过小孩 你被骗了 哎呀 你不是想要你女儿命吗 还骗 我儿子都查过了 安安就是个假 他和你根本没有学人关系 你也从来没有过 你怎么知道了 华城 大人是犯法的 大姐 大姐我错了 我也不是想这样的事 是有人指使我这个 谁指使你啊 是一个叫 画书的女 画书 是他 江大强 他就交给你了 干什么 喂 喂 哎呀女儿啊 你又赶紧和江流成婚 然后怀孕 不然你冒兴小小和玄玄母亲的事 一旦曝光了 我们就完了 你放心 我马上就能成功了 画书过来了 我先挂了 姐江大哥 你们怎么来了 妈 画书 你为什么找段眼景骗我 姐 你在说什么呀 我不太明白 姐夫 你快管管我姐啊 他发疯了 段眼景已经把事情都说出来了 那个该死的家伙果然靠不住 没错 就是我做的 可那又怎么样 凭什么你就是江夫人 而我 作为小小和玄玄的亲生母亲 就只能看着自己的江夫人之位 被你巴掌 你承认就好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你平平安安打了我 你永远别想知道 平平安安在哪里 平平安安 行 我今天不打你 但你得告诉我 平平安安在哪里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 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那就是 我要再给江大强 不然的话 你这辈子也别想知道 平平安安安在哪里 你做梦 我是不会娶你 你娶不娶我 你说了不算 我知道江大强喜欢你 你考虑一下 是要让江大强娶我 还是要自私的霸占着他 但却要与自己的孩子 永远分开 话说 你跟我来 你想嫁给我 无非就是为了钱 你要多少 才可以说出平平安安的下方 我不要钱 我只要你 你很清楚 我对你没有感情 你嫁给我 我 幸福 你是世界首富 而我 只要成为世界首富的夫人 把我那个姐姐狠狠的踩在脚下 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情 江总 考虑一下吧 要不要为了你最心爱的女人 喜乐 老婆 我已经让你去查平平安安了 相信我 很快会有结果的 江大强 你喜欢我吗 喜欢 那你 就是因为喜欢 所以我不能去画书 我们的爱情 不是拿来交易的筹码 老婆 老婆 相信我 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平平安安的 华生 想好了吗 嗯 我想好了 我决定 拒绝你的要求 华生 你难道不想知道平平安安的下落了吗 我想啊 但是我也无权决定别人的人生 喂 女儿 不好了 江老夫人要见华生呢 一旦让他看到华生 我们就完了 那虽然华生 见不到江老夫人就好了 帮我做一件事情 老婆 别担心 我奶奶很和蔼的 唉 我不紧张 我 好 睡觉你没事吧 没事 妈咪 我之前没告诉你 是因为我怕你把妹妹当成怪物 怪物 怎么会呢 玄瑕怎么会是怪物呢 我妈说过了 我们家这一脉 天生神力 只传女 不传男 所以你的意思是 玄瑕有可能是你的孩子 嗯 医生 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经检查 你们存在血缘的可能性 高达99.99% 99.99 那也就是说 小小玄瑕就是平平安 我 我没听错吧 小小玄瑕是我的孩子 小小玄瑕就是平平安 小小玄瑕就是你的孩子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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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кой 我没听地方 小孩子 就没我的 手 但是 我opie 很多好的 小时候 才 疯 ça 咪 得 玄瑕 perdona 所以'S soul 我帮你 消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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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 玄瑕 最后奶奶将晓晓和玄玄抱给我 说你因为难产已经死了 所以这么多年 我才没有去找你 你说这个我已经原谅你了 还有开车撞你的司机已经找到了 他说他是受人指使的 是谁 话叔 又是他 放心 我已经报警了 他涉嫌教唆杀人 等待他的将会是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咎由自取 华生 你把我女儿怎么样了 你女儿涉嫌教唆杀人 已经被警方监禁了 她将面临的是十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华生 你今天不让我女儿好过 我就不让你好过 我最讨厌别人骗了你 你身边这个男人 他就骗了你 他不叫什么江大强 他叫江流 你身边这个男人 他就骗了你 他不叫什么江大强 他叫江流 你叫江流 老婆 老婆 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解释啊 难怪 那天 我在酒店门口 看到的就是你 还有 那天晚宴上 刘总原本对我指手画脚 但看到你 他态度都变了 还有那天在会议上 那些高层 老跟在你的身后 还有还有 还有 你爸妈说要送我的那些礼物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不是啊 华生 你别以为嫁了真的有钱男人 你就是嫁得好猛啊 我告诉你 我梦 这些有钱人 惊着呢 你别想分斗 他们半分猜猜 我不说 这就是事实啊 否则 他为什么要隐姓埋名 隐藏他有钱的事实呢 不就是怕你花他的钱吗 来人 把这个坏女人乱棍打出去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别怕我 放开我 华生 我不告诉你了 老婆 事情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解释 妈咪 你别听那个坏女人胡说 事情一切都不是这样的 爹地是总裁 没错 不过他没钱 这是什么 这是财产赠予合同 本人将留 寺院将一切财产赠予给 化生 妈咪 你不是要跟 爹地离婚吗 所以哥哥就把 爹地的所有财产都 转移给妈咪呢 妈咪 你才是世界守护 爹地他 只是一个 给你打工的 全光带 只要妈咪你愿意 随时可以把 爹地扫地出门 在一身令下 全世界都没有他的 容身之地 让他扫大街 让他 睡天觉 恭喜成为新的 世界首富 小孩子闹着玩的 手印都还没按 现在有了 你疯了 老婆 我现在身无分文 你要是把我扫地出门了 我就只能扫大街 睡天 成为世界首富的你 是不是应该给我 补办一个 世纪婚礼 妈咪 我们想参加 世纪婚礼 世纪大婚礼 这首歌 我可以看到了一天 我可以看到了一天 我以为你存在 我以为你存在我 我以为你存在